HELLO 大家好,又是我,廚梁啦! 很欢迎你们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每次走过电器店,都会被各种机器吸引 例如是雪糕机、娱乐机、豆浆机、格仔饼机等等 很自然会出现一种矛盾的心态,究竟买还是不买呢? 买回来又怕家里没位置放,或者被妈妈骂,当买了垃圾 又怕一年都用不到一两次,好像浪费了些钱 当然啦,我们制作某一些小食,必须依靠特定的机器 例如我们做鸡蛋仔,必须用鸡蛋仔机 如果大家偶然想制作一下手工的牛油蛋卷 其实不一定要买蛋卷机的 相信每一个人的家都会有平底锅 今日厨梁就会示范怎样用平底锅 去制作香噴噴和口感松脆的牛油蛋卷 我还会教大家DIY用来卷蛋卷的滚軸 大家千万别走开啦! 在开始之前,大家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 和记得按个小叮当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每次出的新片啦! 大家首先看看今日所需要的材料 这里是可以做到大概4-5条的牛油蛋卷的食譜 预备材料的同时,当然不少得要预备平底锅啦! 首先大家拿个煲出来,我们加入少少水 因为我们要煮滚水,将牛油作用 今天要预备60克的无盐牛油 今天做饭食最重要是方便和快 那我们将牛油切粒粒,这样可以方便作用 你亦都可以用有盐的牛油 一会儿就不需要额外再加盐啦! 但是留意,如果你用有盐的牛油做出来的蛋卷 它的咸味就会比较重一些 接着我们可以拿个碗出来,打入一只大鸡蛋 这只鸡蛋在打之前我认识过,大概有63克 然后我们拿个打蛋器出来,将蛋打散它啦! 打到蛋黄和蛋白完全混和就可以了! 接着就加入25克的糖粉 为什么我们用糖粉而不用砂糖呢? 因为糖粉的质量比较幼小,很容易就可以和蛋漿混和 而做出来的蛋卷亦都比较脆的 那当然啦,如果大家不想刻意买糖粉 又或者家里没有糖粉,用白砂糖也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加入40克的低筋面粉 大家加油啦!继续用搅拌器 去将面粉和蛋漿搅匀 一路搅拌,你会发觉面糊的颜色变得越来越浅 大概搅拌了两至三分钟左右 你会见到所有材料已经混和了 这个时候,质地看上去是比较黏的 接着我们就会加一样东西 就是刚才座溶了的牛油溶液 大家合眼睛倒入去啦! 这里就有60克的牛油溶液 不用太过惊讶,你平时吃到很重牛油味的牛油蛋卷 就是这样做出来的啦! 我们也是偶尔煮来吃 和和朋友开心分享,就无所谓啦! 那搅拌下搅拌下,你会见到质地会变得很顺滑 和有光泽的 那就差不多了! 哎! 差一点忘记,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加碟那么多盐 真的几粒盐就够了 我们把它调一调味吧 让牛油味和蛋味更加出 最后我加了少许黑芝麻 作为蛋卷的点缀 可以令到做出来的蛋卷卖上更加吸引 斩下硬的蛋浆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要准备一个不黏底的平底锅 还有要预备一张牛油纸 我们先开小火预热平底锅 接着就加入1.5汤匙的粉浆 因为用的是不黏底的平底锅 而粉浆里面有大量牛油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锅上去另外塗油了 随即铺上一张牛油纸在面糊上面 再出动一块又圆又扁的工具 今天我就用了蛋糕帽的底托 我们会用这块底托去压住粉浆 我们一路给点力压它 一路你会见到粉浆摊开 撕了出来的粉浆会比较厚的 我们要移一移那块圆形托底 见到哪些位比较厚 就可以用一块圆形托底把它压一压扁 接着我们就撕开一块牛油纸 第一面大概煎了2分钟左右 接着我们就会将整块蛋皮反转 把它煎另一边 另一边一样我们大概把它煎2分钟左右 再次铺上牛油纸 同样拿个圆形托底出来压一压一块蛋皮 今次它已经是蛋皮不是粉浆 所以我们可以大力一点压 让它尽量变得薄一点 搞定就撕开一张牛油纸 蛋皮就煎好了 我们将它趁热链起 趁它还是软糯糯的状态 立即把它卷起 让我再煎多一块给大家看看 那个锅保持细火 然后加入大概1.5汤匙粉浆 趁粉浆还是软糯糯的时候 我们立即铺上牛油纸 再用蛋糕模的托底 将粉浆轻压扁 一路压 你会见到粉浆一路向外迫 边边位的粉浆会比较厚 我们要将托底移一移 压一压比较厚的边位 其实这块圆形的蛋糕托底是非常热的 大家可以像我那样加快直锅煎 那就不怕烙到手了 不经不觉这一面已经煎了2分钟了 是时候我们将蛋皮反转另一边 首先撕开牛油纸 然后轻轻把它铲起 反转另一边 再铺多次牛油纸 因为蛋皮已经成形 不再是软糯糯糯的粉浆 在煎第二面的时候 大家可以用力少少去压 尽量将蛋皮压薄一点 接着我们可以撕开牛油纸 很快就煎好了 将它铲起身 趁蛋皮还是热热热软身的时候 我们立刻拿个石纸棒出来 将它卷成蛋卷 见到厨房有什么就用什么 我用了6只即器的筷子 然后用石纸把它卷起 有多实卷多实 就是这么简单 就可以做到用来卷蛋卷的軸心 一卷好牛油蛋卷 就立刻开风扇 去将牛油蛋卷吹凉 这个动作可以令到它更松脆 当你们见到牛油蛋卷 慢慢定型的时候 就可以将石纸棒移出来 继续将蛋卷内外吹凉透 这个家庭式平底锅板的牛油蛋卷 究竟有多脆? 大家开声听啦 会放置入九度 第一次 如果继续点桌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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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讚我和分享食譜給你的朋友 下集再見 拜拜